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道1号高雄岗山往南子路段今27日晚间5点40分许发生一起火烧车事故,熊熊烈焰在国道上窜烧,现场时速目前仅有约36公里,欲请民众经过此路段减速慢行,切勿逗留。 民众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PO影片指出国义南下岗山往南子路段今晚发生火烧车事故,目前警方与消防人员都在现场处理,死伤不明,但目前正值下班尖峰时刻,现场车多涌起,高工区及时路况显示现场时速仅剩下36公里,欲请民众尽早改道,注意安全。